摇起凉碗水 蛇眼和哈德大师各执一杯 这是一场忍者的试炼 规则很简单 那就是取得对方的碗 并且碗里的水不能洒出一滴 蛇眼直接就冲向哈德大师 可对手精通武术 一下子就把他撞开了 并且接住了蛇眼的碗 把水往他脸上泼去 但下一次 蛇眼似乎想通了 他平静走向哈德大师 其实这场试炼的真正目的是和谐 如果真的被大师惹怒 那么他就输定了 大家都在庆祝蛇眼通过第一场试炼 蛇眼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忍者 这一切都要从这两个人被追杀开始说起 被绑架的汤米遇上了蛇眼 两人一同逃出了黑帮 即便被敌人十面包围 但两人武艺高强 直接杀了出去 那群帮众追杀而来 直接往车里捡刀子 幸亏汽车及时启动 被救的汤米其实是日本忍者家族的继承员 他告诉蛇眼 刚才那帮人的老大同样是家族的继承员 两人在争夺继承权 随后 汤米为了报答蛇眼的救命之恩 把他引荐给忍者首领 首领也非常欣赏蛇眼 汤米提出接纳蛇眼进蓝营忍者家族 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因此蛇眼要加入蓝营家族 必须要通过蓝营家族设下的三个忍者考核 跟哈德大师的比试就是第一场试炼 完成试炼后 蛇眼正要去浴场放松一下 但其实 他是来见一个人的 他叫剑泰 蓝营忍者家族的另一个继承员 原来救出汤米根本就是在演戏 目的是让蛇眼取得蓝营家族的信任 剑泰需要蛇眼帮他盗取蓝营家族的传家日食 得到命令的蛇眼回到家族 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已经被家族的安保秋子盯上了 凌晨时候穿上夜行衣 鬼鬼祟祟地潜入后山 找到了情报上日食的位置 可这奇怪的举动被秋子捉个正着 蛇眼只能编了个老土的借口 说自己准备找个地方陈恋 这可正中秋子下怀 因为他也准备陈恋 把剑丢给蛇眼 随后两人过了几招 可不打不知道 这看似柔弱的女人竟然压着蛇眼来打 几次下来 蛇眼被对方打趴了 可正当这个时候 秋子接了个电话 这让蛇眼看到了机会 他终于赢了一局 随后两人找上了汤米 因为他找出了剑太的位置 汤米决定去刺杀剑太 就这样 两个忍者和一个卧底开始行动了 像蛇眼这种低阶忍者 只能飞檐走壁搞暗杀 高阶忍者通常都是直面硬钢 秋子仅仅一个人 就摆平了十几个小队 蛇眼健壮 急忙忙地跳下楼 但他不是去帮手的 而是去给敌人报信去 因为蛇眼就是剑太派到 忍者组织的卧底 给剑太的马仔报信后 对方议会并离开了仓库 为了把戏眼得更逼真 他也用平底锅打倒了几个喽啰 外面的秋子和汤米 已经杀红了眼 但这全看在这男人眼中 见到剑太的汤米 顿时丧失理智 拔起武士刀冲向剑太 两人都是忍者家族的继承人 可汤米根本不是剑太的对手 两下子就被打倒了 对方没有杀掉汤米 因为他还有用处 随后三人发现了剑太运来的军火 来自一个恐怖组织 这个组织叫眼镜蛇 在全球范围造成过数起恐怖袭击 蛇眼这才知道自己的雇主剑太 原来是个恐怖分子 随后他接受了第二个忍者失恋 大师从手中发出一颗光芒 蛇眼需要 结束 可父亲却被那几人残忍地杀害了 他一直等到那三人出来 小蛇眼狠狠 在全球范围造成过数起恐怖袭击 只要蛇眼给他卖命 他就告诉他凶手在了 这也是蛇眼潜入蓝营忍者家族的原因 光芒退去后 试炼结束了 大师并没告诉他是否通过 只告诉他能参加第三个试炼了 父亲的死在蛇眼心中挥之不去 随后他潜入了神社 即便背叛汤米 他也要找出杀父仇人 蛇眼的潜入触动了安保系统 还因大意留下了痕迹 秋子马上就有了怀疑的对象 那就是蛇眼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蛇眼 可蛇眼早太一步回到寝室 成功地骗过了秋子 秋子赤裸裸地说出自己的怀疑 并告诉蛇眼 自己会用生命保护自己的家 也就是蓝营家族 蛇眼说出了自己小时候失去父亲的事 他当然明白失去家人是多么痛了 而这让秋子产生了共鸣 并选择了相信他 希望他也能成为蓝营家族的一员 听完秋子的话后 蛇眼突然有了深深的愧疚感 第三个试炼正式开始 通过后 蛇眼将正式加入蓝营家族 可谁也没有想到 第三个试炼的对手 竟然是千年蛇腰白素贞 巨蟒狠狠地盯着蛇眼 仿佛下一秒就要把他生吞了 但还没完 更多的巨蟒向他走去 整整三条大蟒蛇围绕着蛇眼 这种蟒蛇能看穿人类的心灵 只会吃心术不正的人 看着巨蟒们平静下来 蛇眼嘴角微微一笑 可下一秒 三条巨蟒早就看穿了他的虚伪 同时向他发起攻击 正当三条巨蟒 要吃掉蛇眼的时候 秋子及时就吓了他 三条巨蟒围绕着秋子 但巨蟒认为 他是个纯洁的人 纷纷离开了 但这却坏了忍者家族的规矩 秋子必须受到惩罚 为了不牵连秋子 蛇眼说出了自己是卧底的事 这让是他为兄弟的汤米非常失望 蛇眼被逐出了家族 临别时 汤米来为他送别 蛇眼割伤手掌 用他们的传统来告别汤米 虽然受过对方的欺骗 可汤米还是接受了 但天真的汤米还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蛇眼的阴谋 他还没放弃 再次秘密潜入家族 所以这一切都是蛇眼算计好的 取得日识后 正想逃跑 却被秋子捉个正着 两人也没废话 直接就打了起来 但秋子被蛇眼用笋招打倒了 让他趁机跑路 随后 蛇眼见到了眼睛蛇的男爵夫人和剑泰 他把日识交给了剑泰 如愿以偿地找到了杀户仇人 但接下来的事让他不敢相信 这个人竟然是眼镜蛇组织的 他只是个小角色 幕后黑手是眼镜蛇 也就是说 他一直给杀父仇人卖命 知道自己酿成大错的蛇眼 就要去追见他 可正好被追杀而来的汤米和秋子带住 他转身站在摩托上 拔出武士刀面对着两位昔日的友人 但他的目标不是汤米和秋子 而是他们身后的杀手 他早就知道剑泰会派人追杀汤米 因为取得日识后 汤米对他就毫无用处了 面对这个几次欺骗自己的人 汤米现在恨不得手认他 但蛇眼告诉他剑泰已经带着日识杀入家族了 无奈之下 两人只能再度合作 而另一边 剑泰已经拿着日识杀入兰影家族 这块石头拥有无穷的力量 可以瞬间烧死敌人 领袖和大师及时赶到 两伙人打了起来 而这时 蓝影家族的盟友也赶到了 但同时 男爵夫人也带着一对眼镜蛇部队杀入 各方势力在这座城里打得天昏地暗 当汤米三人赶回来的时候 早已一片火海 眼镜蛇和剑泰俘了蓝影的领袖 男爵夫人问剑泰要日识 因为眼镜蛇已经帮他完成了复仇 但早已被力量冲昏头脑的剑泰 哪肯让出日识 也因此 出现了非常滑稽的一幕 各种部队 恐怖组织眼镜蛇 还有日本忍者家族 居然三方联手了 而外面的汤米和蛇眼也联手清除了所有楼罗 当剑泰反应过来的时候 早就被一群高手包围了 再多次交手炮火 剑泰中了老领袖的计谋 被一车炸药炸飞了 也因此丢掉了日识 汤米顺势捡起日识 众人立刻阻扰他 因为继承人不能使用日识的力量 否则将会被取消资格 可愤怒的汤米哪管这么多 火焰并没烧死剑泰 让他跑了 蛇眼早就在此等候 两人开始算起旧账 一直打到巨蟒洞穴 惊醒了这里的三条巨蟒 剑泰虽然杀掉其中一条 可还是被吃掉了 或许是因为改邪归正 蟒蛇并没有吃蛇眼 电影的最后 日识被重新取回 而汤米因为使用过他的力量 坏了祖训 被剥夺了继承权 但心有不甘的汤米离开了家族 蛇眼也正要离开的时候 特种部队的人却找上了他 原来他的父亲就是部队里的人 他顺理成章加入其中 在此之前 他决定找汤米再谈谈 可正当蛇眼加入特种部队的时候 男爵夫人找上了汤米 他居然邀请汤米加入眼镜蛇 而汤米也答应了 并自称为白幽灵 他跟蛇眼的战斗才刚开始 我说明天就会参加了汤米离开了 我说明天就会参加了汤米离开了